好 來 看到了根據的是國內的專家醫師李併穎的分析 他說這次的疫情是在他的預料之內 因為國內只要這個邊境鬆綁之後 就一定會出現大規模的社區感染 但是有三件事情是比較出乎意料的 他說第一點就是疫情的高元期持續的還蠻久的 是有賴國人的自主防疫的意識比較高 沒有出現這疫情的幾何式的暴增 再來就是兒童腦炎發生率也還蠻高的 以及這個前五天的死亡率都比其他國家來得多 他說這部分首先要透過這個經濟定序來做後續的調查跟分析 並且強調沒有出現所謂的頭腰慢 造成延誤距離的狀況 他認為這醫療處置都是得當的 而我們就看到是關於兒童腦炎的部分 因為目前國內已經有15名孩童 因為染疫之後併發腦炎 這占了兒童的中重症是有一半之多 而且有5名孩童已經因為這樣的狀況而身亡了 讓很多的爸媽都非常的擔心 我們再看到是他分析到說 因為這個新冠病毒感染之後呢 很多會出現的是嗅味覺喪失的症狀 研判就是因為新冠病毒 會隨著是神經的路徑的衝擊到腦炎 導致腦炎快速的發展 以及他說很多的病例呢 都是因為有出現這個 類似於腸病毒七十一型的狀況 就是腦壓膏導致了影響到腦幹這個生命中疏 讓整個病程發展很快之下 就會出現的休克跟身亡的狀況 所以也呼籲家長是 只要你孩童是符合資格的話 希望可以盡快的來接種疫苗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